大家好,今集的沖繩背後 身旁繼續有黎海榮的Alex 跟我們聊聊天 你好,Alex 你好 上集跟你談了很多 你剛入行和你在學堂的時候 今集也想了解更多你的拆棋生涯 其實你的拆棋生涯 有那麼多頭碼 有哪一場頭碼特別難忘 可以分享一下嗎 頭碼… 本地賽很新生,2009年 黃太后紀念碑 即是分級賽 對 但為何那麼難忘 當然是因為分級賽 對,因為分級賽是… 因為我們很難… 尤其是當年輕人的時候 哪有機會跑分級賽 但你當時已經是畢業… 那場仍然是建築生 你仍然是建築生,真是難忘 因為你跑分級賽就不能選擇 對… 那是誰訓練的? 都是我師傅學良 是嗎 然後他就讓你跑 對,還有練馬師又比 馬主也肯 我們才有機會拿這場馬來跑 這場就是本地的難忘賽事 那海外呢 海外一定是極其妙 即是釘雙甲向鞋 那時是掉了 但是可以釘雙甲的時候 馬很敏感 可能會落不到地 馬有點疲勞 又要馬上除了 又要向那邊申請用雙胸去跑 那時候 因為神聰是吧 也可能會退出 馬才疲勞 所以… 他的腳的嚴重程度是有機會退出的 對,看那邊是否讓你跑的東西 就是那句話 他不肯,我們即時摘了一包褲子 但如果他最後批准跑 其實他的腳的程度是可以出賽的 可以出賽的,對 他讓你申請用巴書 馬上立刻,可能他會炸死 他釘了甲,他不舒服 他的腳不落地 就假裝他的腳很痛 對… 用巴書之後,他又沒事,發聲又走 然後馬上去拍攝 我接著就贏了那場賽事 對,我很記得,很難忘 因為我下… 所以今次今日我也知道 新鮮感其實很重要 因為馬一落地,落草地 整隻馬…感覺很好… 簡直是很想去跑 整隻馬很醒神的馬 落草地的時候 我知道這隻馬是有機會的 對,這種感覺不是經常有的 即是我們不知如何說出來 即是有機會,我要努力跑 他喜歡那裡的草 在那裡走的時候,很文靜 簡直是… 他覺得是專注了 他聽不到外面的東西 但一落草地,整隻馬已經準備好了 我想這場極奇妙的賽事 難忘之處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時是葉本輝輝哥訓練 原來你們是首隊的華人騎練組合 就贏了海外的分級賽 暫時至今 還沒有人破這個紀錄 這是我回來才知道的 是… 因為我們去到沒有想過 我們出去跑 跑的時候 第一時間機會 我們不是最高興的那個 另外房間有一隻馬綠色 其實一直跑到未必贏 我們跑那麼多次 我們比他低 我們儘量參與自己做好一點 但最後那隻馬有很多意外 他無法上來 讓我們… 因為我從頭到前 一直放在自己做胚承 所以其實賽馬也沒有絕對 沒有絕對的,沒有機會 明明必是做事的 對… 說回蓮瑪斯 你自己的師傅是何良 我聽說你跟梁哥的關係也很好 是的… 因為我們最初進來做建築生 其實我對他多覺得是我們家人 他一直帶我們… 建築生經常帶我出去吃飯 出去見他的家人 他經常…有時說… 我聽過他說過 他當作親生兒子 對自己兒子未必那麼好 我經常看見他 因為我起碼每天跟他做… 我要他做我做的事 我要做給他 大家的關係要很密切 我相信梁哥也教你很多東西 你覺得在他身上學到 最多的是甚麼 跑馬底方面 跑馬底是比較有心得的練習 因為他很多時候部署 我會學到跑馬底的法力點在哪裡 每一隻馬的性能 哪些馬是適合跑馬底 其實這些都是經驗的 他沒有認真去捉住我 如何上課 每一場累積,你叫我如何跑 我一直看我自己吸收到多少 但你的意思是 因為他訓練馬匹 就跑馬底特別厲害 對 所以我也拿到一些心得 去跑馬底的路 那就對了 因為這次你回歸了,回來了 我相信師傅也會給你不少機會 現在也在幫他操練,可以嗎 是的… 希望他在跑馬地 也可以給你多一些機會 因為你也有些心得 是… 最近你的近況又如何 剛開始看到已經復課了 你最近怎樣呢 其實我已經一早準備好 其實季尾已經回來了 一直衝馬,做一些體能 游水跑步的基本 我覺得要試多一些雜物 去做一些無方性的跑馬 但暫別了兩年 不長不短的時間 你回來後會否覺得難適應 也不會,其實馬圈 我覺得沒甚麼大變化 操練會有一點 但環境、馬匹 其實是跟著一個方法去做的 不是單獨說只是一個操練的馬 當然有升級 但環境來說,馬圈是沒甚麼改變的 即是他本身的生態… 對,他的模式… 像反省教教育 對,他的模式大致 今季,華將一向有很多華人練馬師 但今季也多了一些外地來的騎士 會否覺得馬圈的競爭越來越大 無時無刻都競爭大 每次來的新騎士 有成績會留下來 有成績會找下一批過來 所以其實你習慣了 還是做自己的事 其實未必是你最擅長的騎士 最擅長的騎士只能騎到一隻馬 一場馬只有一個機會讓他騎到 其他一隻馬都是說關係 你找不到你 有時覺得那個比較… 覺得他這段時間收封不順 他未必會找那個人 你跟他關口聊兩天 他可能不讓他跑 就讓他跑,很多時候都有 我相信是,人際網絡 譬如如果你可以 環電馬師又支持你 我從何時才知道你 當然是最好的 我會努力爭取 但你覺得現在你準備復出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我現在還是找一些華人的電話 但可能有機會再擴展一點 你要怎樣裝備自己 勤力一點 他們不是不認識你 你說一個全新的騎士回來 當然很困難 他要找助騎,他未必認識你 現在我回來打招呼 大家都關心我,給我一些機會 我覺得是最初的機會是給你的 之後跑下去的成績 你能否做到是靠自己的 靠自己的 現在今季 你暫時的最低造榜是多少 都是113 都是113 其實可能會有更多機會 你現在113 其實你本身是否每天都做很多運動 就是做著這個榜 是的… 可以說一下你的行程嗎 吃東西方面 你又不是吃得太過份 你只要看著這個榜來做 而且看到加加減減 你吃小餐,多吃一餐 或者做多些運動 要自己看著這個榜 一直看著這個榜 但你有否多健身 如何操心自己 會教會額外做一些體能的事情 因為始終很明白這個運動 我們是一種很劇烈的運動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體能 再加強肌肉 對,我看到有些騎師 就說經常去健身 有些人會行山踩單車 那你怎樣做運動呢 又是做健身、跑步、水 但我看到一些傳媒說 最近好像臉瘦了 是不是減了很多磅 不是說不用減嗎 沒關係 可能我休息的時候 就休息足 看起來有些變化 或者是水腫 其實粗活來說,很快會燒到 我的體重是沒甚麼變化的 主要是覺得我的臉脹 可能是水腫的問題 一直粗活,我就… 飲食比較節制 少吃一點鹽、納質的食物 對於今季的成績 有甚麼展望嗎 展望,我希望儘快可以贏馬 贏到馬就可以走得順一點 一直溫暖 最後問你這條問題就是… 我每次都會問我們嘉賓 在馬圈最想感謝的一個人 感謝一個人,很難說 每個人都想感謝我 一個吧,試試吧 一個,我師傅吧 師傅吧 師傅一定要感謝 說說為甚麼吧 沒有他,怎會有我 對嗎 簡單 難道第一次… 最初他不給我機會,我贏不到馬 我真的玩完了 我同期有很多人都是… 你贏馬,起得沒有別人那麼好 很快會被別人掌握 我相信你師傅 到今天一樣會這麼支持你 對 這集很開心 請到你上來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也在這裡祝你今季了 成績越來越好 多贏馬,還有上上來來 謝謝你 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